转到与缅甸接壤的云南 最近呢有三万七千多个难民涌入 为什么呢 原来是这个缅甸果敢地区 爆发了武装冲突 民众是纷纷逃难 而缅甸的炮火 甚至还射入中国境内 造成了两名中国公民死亡 缅甸的内乱 导致大约三万七千名的难民 涌入云南的边界 云南政府紧急调集了帐篷 食品和药物安置这些难民 二十七日以来 缅甸果敢地区 发生了武装冲突 导致三万余民编民涌入我境 缅甸三发炮弹射入我境 造成我编民一死两伤 另外也有中国编民 在境外躲避战火中伤亡 造成一死十三伤 缅甸政府已经向中国道歉 难民中也有部分是汉人 而这几位来自缅甸 果敢地区的青年 刚逃难抵达云南难民营不到一天 对于枪林弹雨的情况 余计犹存 当时因为情况太危急 来不及带任何行李 随身只带了这只手机 这位果敢青年说 在缅甸根本很难找工作 他也不想回去 也不想回去了 因为那方生活太低了 因为做什么事情都太难 反正说农民都做什么事情是难 因为说在这个老民政府 他专门就是不搞个这个 航人发展的机会 云南政府表示 缅甸的战火最近已经稍微缓和 他们会继续加强劝返工作 希望难民早日回国 中天新闻高龄报道